今年營火開到非常漂亮 各種營火收容非常多的倫愛鄉 竟然有很多UK的情侯收費 倫愛鄉今年營火過多年 因為會很影響來促銷 該用進營火方式出台 將會選擇春陽到進營第十四山公路 進超過七百張營火手 一向有營土米青的武術 火開到營水 倫愛鄉營火鬼也選擇開始 倫愛鄉今年營火鬼的重點 主要在台中營火手 所以賣了一百五十張 秋心有四五公分粗的營火手 將由武術演到台十四山 往春陽營營營營營營 我們種植營花 從我們的烏社 一直往我們的廬山營營村這個地方 我們今年用要種的一百五十棵的營花 它在我們胸襟可以達到四點五公分 就今年就可以 明年就可以開花了 營花是我們村民的那個命名 對 然後我們春陽有那個營花大道 公所這次又要辦那個直營的那個規劃 可以帶到帶動人潮 受到疫情影響 公所出銟營火鬼的營火花 將經費用來買營火手台中營 當時也向管府申請六百張營火債 將在部落來的台中營 地方也期待 永恆關注民間所營火 可以成為人愛鄉最大的敵食 我們仁愛鄉的營花 真的非常的漂亮 今年又擴大在種植 我們的仁愛鄉也推廣到我們的各部落 所以我期待數年後我們仁愛鄉 真的是有營花鄉支撐 那這個營花可以說跟我們仁愛鄉息息相關 特別在我們的村糧 它就是稱為師母營 這可以就是說可以營花的故鄉 可以讓我們遊客來這邊賞營 來了解我們原住民的這些文化 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樣的 就是我們把文化的背景 也把它融入到我們的觀光景點裡面 不只是賞營 除了我們文化的推廣之外 還有風味餐 那村羊的部落的話 也是我們傳統的賽德克的編織的部落 所以這都是我們跟櫻花結合的文化之旅 也歡迎大家來櫻花介紹 也享受這樣的一個文化旅遊 人愛鄉營火 目前伊山營火跟巴松營素龍最多 所以這次選擇是粉紅色的富士營 希望未來火旗營 也能夠營造不一樣的生營火風情 記得王朝聖彩鳳報道 太 denn 利了 執拒嘰 J Champion 選擇 grated 倫 另 也是 啰 好的 感谢观看